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早上9点多 其实我昨天1点多的时候就一定抵达居然了 刚刚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叠上去了 其实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其实我病了这样多天我已经好很多了 然后其实我没有故意说 不跟你们说我要搬回来居然 只是我在想 现在想一想 其实我也很庆幸没有跟你们说我搬回来居然 要不然到时候你们跟我去Fairwell的时候 如果那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你们心目中 那个很坚强的老师就倒在病床上 我觉得你们会觉得我不堪一击吧 然后你就把我那坚强的形象留下来吧 然后其实你们为我为什么要搬回来 其实身为一个子女我们需要履行的一些责任吧 你或许这么说当你家里的老人家老了过后 我们身为子女你有责任去照顾你的老人家 就正如我每次上课就给你们关注说 不管怎么样都好你都有责任去照顾那个曾经抚养你长大的人 其实你们送给我的东西全部都还在里面 我还没有开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去找你们的东西出来 所以你们的心等我真的是完全康复了 过后我去找出来 然后我会认真地把它读完的 然后你们有空的话就来居然找我吧 然后不要驾车来 搭火车来比较安全 我再说一次啊 不要自己驾车来搭火车来 我可以去火车站在你们的 那有缘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再见的 然后谢谢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很好的老师 其实我没有想过你们给我的留言那么多 其实我没有想过在你们的心目中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老师 所以我很感动了 其实就我觉得学习的过程最主要的是 让你们感受到乐趣 而不是让你们的成绩变好 就是为什么我上课的时候 我喜欢跟你们讲很多的故事 开很多的玩笑 如果你真的能把我的故事 我说过的全告全部记起来的话 那么其实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你们来居然找我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